见到是国 知道不算 现在的问题是 大家都把知道当作见到 这三个道 这是因 你要的是国 可是你却知道 知道不算 我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你不要以为你知道就了不起 知道根本不算 会见到的人 是求道型的人才会见到 知道是求知型的人知道 我们就跟你讲 你求道型的人才有可能修行 求知型的人只会知道 没有用 因为这个人会忘记 下辈子来全部归零了 但是求道者下辈子来 这个学一半 求道者这一半会接下去 所以 为什么说心性条件很重要 你一定要养成 求道者的人生态度 你不要一直具有 求知型的人生态度 这个关键你要确立 所以你就见到 虽然是初期的见到 也是见到 那你要是一直认为 我很聪明 我很厉害 那你就完了 你不可能见到 你只是知道 在这里我们来讲 他很清楚 因为这个部分 佛法在说 绝对精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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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